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还有一个小妹妹也来了哦! 大家好,我是嘉怡 哇!小妹妹的妈妈 大家好,我是夏韵 夏韵,大家很熟悉的哦! 还有,主管,主管,主管! 大家好,我是齐盛 然后等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介绍,好不好? 好,好,好! 齐盛,大家都听到她声音了哦! 她是男的哦! 哎哟,刚才林轩说,我说一对母女来演唱 她说,哦,齐盛跟她的女儿啊! 我等一下就把它整理掉 是的,那今天很热闹 因为下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哦! 母亲节!母亲节到来啊! 所以很特别的把这两位啊! 就是嘉怡跟芸汐啊! 请到我们酒吧的播音室 给我们唱妈妈的歌哦! 哎,嘉怡!你好! 大家好! 哎,母女好像... 女儿比较不害羞,妈妈比较害羞啊! 哎,女儿,我说你不害羞,你不说话啦! 说话也好! 对! 女儿啊,现在是全新加坡的人都听得到你的声音 不可以没有声音的哦! 哇,电台一定要有声音的,知道吗? 啊,她是准备好,要给大家唱歌哦! 嗯,那是伟强还是启盛的学生啊? 啊,也不算是我的学生,是我们学校的一位学生,对! 哦,是! 那听说你跟妈妈哦! 嘉怡跟妈妈 认识很久,不过你不是... 你不是...也不是这个孩子的爸爸! 有点乱哦! 他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对! 以前我们一起唱歌的! 哦,一起唱歌! 在大学里面一起唱歌! 哇,从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哦! 所以说你没有追他呢? 啊,为什么啊? 他那时候这样多人追! 哦,你怕追不到啦! 太慢啊! 你的脚太短! 我是跑长途的,不是短途的,所以我不会很快,我是慢慢的! 哎呀! 嗯,那... 云西是吗? 云西? 云西是谁? 云西是谁? 是你啊! 你要应我啊! 嗯,还有嘉怡哦,是! 哇,那所以伟强是看着嘉怡,一起唱歌,然后看着他拍拖,看着他结婚,看着他生孩子,对吗? 哈哈哈哈,这个友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固哦! 是是是,然后她就来我的音乐学校来支持我们,然后就来上课,然后让她的女儿云西跟我们上课,也是上了好几年的,从她小的时候到现在! 是! 嗯,是,那这样一说,哎,你看,我生的女儿多美啊! 哈哈哈! 好,那今天要给我们唱什么歌啊?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啊! 真的吗? 真的! 哈哈哈! 好,那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是由尾强伴奏 不管兴起或离家 我的妈妈从来不放假 工作为了家 厨房是她的天下 十字头还有红烧鸭 养养她都尽头不回家 她是我妈妈 从小常常爱骂 那是因为我不听话 不要以为这是种惩罚 她只要我长大 妈妈我感谢你 没有把我跟大毛病 虽然我靠时没有大第一 她说只要你尽了力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美丽的白发 幸福中发芽 天使的魔法 温暖中思想 天家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哦 天家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家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哦 天家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哇 谢谢 联心咖啡座 曾生莲主持 常来做做 嗯 刚才芸汐 小妹妹给我们唱了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2830 竖起大拇指哦 说太棒了 啊 还有秀英说 好听 也为你鼓掌哦 还继续努力加油 以后未来的大歌星哦 好 那今天 Internet Music 带来了好多人哦 还特别带来了 一位编曲人 梁伯军 你好 梁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那启胜说 有人会问哦 到底什么是编曲 我们听过作词 作曲 比较少听到编曲 我就让编曲人就介绍 咱们是编曲好不好 自己来说 简单来说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 把那个配乐 整个配乐这样子 把它写出来 或做出来 就像我们去卡卡 就是我们就没有听到 阿妹的声音吗 还是周杰伦的声音 就没有听到 那个你们在卡卡 可以听到的东西 就是编曲人的功劳 可能你们懂吗 那个就是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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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说那种卡卡的东西 编曲是卡卡卡卡 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对 是是是 那您编过的曲子有哪一些呢 哇真的很多 很多啊 很多 比较出名的 一讲我们就懂的 怕你吓到耶 是会 肯定 我编过 我编过 林一连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那个很多杜德伟的歌 像放一颗心啊 还有 还有我跟你说 我们就讲张国荣的吧 果然吓一跳 张国荣 我们就张国荣的 哇很多很多 我怕说了一下 又吓到你 OK 我觉得 随便举几个例子啦 柏军大哥 我先说一下 就是 他最主打的 对大家 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 就是张国荣的追 那首是很经典 我真的很喜欢的一首歌 然后还有那个 今生今世 这两首歌都是广东歌曲嘛 是 还有那个夜半歌声 夜半歌声 夜半歌声 不是那个 古老年代的夜半歌声 不是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我十年级也是会唱歌的 哇 对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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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爱 以前往事 对 当爱 以前往事 好多好多 都是大家熟悉的 对 是 那最近的呢 最近的有没有 最近 最近 就是 两年前 就帮那个 王力宏的团队 帮他做那个 爱是英雄的那个电视节目 是 那个是一个蛮 差不多做 忙了一半年的事情 哇 大半年 忙了大半年 是 那今天特别到我们旧吧 城市频道来 对 是因为 明天 其实我们有一个 一个演出在 The Projector 就是 纪念 张国荣的一个 concert 一个表演 所以就明天在 九点半到十点半 就在 The Projector 那个cinema 就是 Golden Mow Tower 对对对 Golden Mow Tower那边 所以我们就有 这个分享会 还有这个表演 所以我们会表演 一些就是 梁博君 大师的一些 那些编曲吧 就很像 追啊 今生今世 我们明天 晚上都会带来 然后我们也带来一些 很 恶熟能乡的一些 电影 歌曲 主题曲 对 就很像 就很像 那个 那个 心不了情 然后 忘情水 我们也会带来 夏韵 请你对着我的麦克风 夏韵 对对对 你在里面一直讲 一直讲 听众都听不到 我拉到门间 我在旁边叫 唐树 唐树 对对 你点一下 提点一下 所以明天晚上 就是伟强我 还有夏韵 还有一个吉他 说我们就会在那边 表演一些 他张国荣的歌曲 然后我们也 很高兴 就可以邀请到 就是梁伯军 大师就下来 跟大家分享 他那时候在编 张国荣的那些歌曲的 一些 一些心得 还有那些回忆 我觉得可以 很好的跟 观众可以分享 是 那今天晚上 你们会唱 其中梁伯军 先人编曲的一首歌 会 我们今天就带来 半首歌吧 半首歌 因为明天我们会带来 这个整首歌 今天我们就带来一些 拿半首 拿半首 我们等一下 就是资讯过后 再跟大家分享嘛 OK 好的 好的 是 那现在要给我们 唱什么歌 我们现在就带来一首 其实有点过的 一首不是半首 一首 母亲的歌曲 献给母亲 所有的妈妈们的 一首歌曲就叫 母亲 你在 何方 哎呦 好不好 好多听 我们现在准备一下 对 尤其是那些 妈妈已经不在身边的人 特别有感触 你们准备一下 就把城市平等 莲心咖啡座 增生莲主持 Into Music的 起盛夏韵 已经准备好了 伟强还没有加入 伟强在拍Facebook Live 很忙啊 大家真的很忙 大家很忙 还有负责摄影的 哇 什么人才都搬出来了 对对对 好 现在我们唱 母亲你在何方 嗯 眼圈而飞 来飞去 白云里 经过那万里 可曾 看仔细 眼儿 我想 问你 我的母亲 可有消息 求风而吹的 风也乱飘荡 虚寒呀 温暖缺少那青娘 母亲呀 我要问你 天涯茫茫 你在何方 明知那黄泉 难归 我们人在痴心等待 我的母亲啊 我的母亲啊 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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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母梦来 儿时的清静 丝梦般一席 我爱的温暖 永远难忘记 母亲啊 我真想你 恨不能 等着你 母亲爱的温暖 谢谢 哦 不错不错 当然还会继续给我们 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那一定不要忘记你们的半首歌 哦 你们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唱 好 可以 可以啊 就是梁伯军编曲的 其中的一首歌曲 等爱 当爱已成往事 是对伟强说的吗 不要笑得这样 我们的听众朋友 3333 他说 是George Leone 好厉害 他认识 因为一般很像 比较少人就是去注意那些 干嘛 你没听我讲话 夏韵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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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韵 你怎么 我就忘记了 我一听到 订阅就会有点 陈连姐 因为今天早上 我们六点起来 我们在八点 我们就在 一顺绝西那边 我们就做访问了 不是不是做访问 我们就做 那个分享会 我们就做一些 音乐的分享会 所以他八点 大概到十分 就开始唱歌 那个林俊杰的 那个他说了 他已经进入状况了 对对对 所以他有一点音乐自然 耳朗会响就要唱 我们不够睡 不够睡 好 森林姐姐讲话 他就开始唱过去 所以他脑海都是唱 唱 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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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他的人真的是这样子的 他有点状况外有时 真的 我还以为他刚才是做我的 这个背景音乐 是他 没有 没有他 他真的是这样子的 一个女生 有时候我会 就是不在状况内 对对对 刚才我说 我们听我朋友讲 George Leon好厉害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 有啊 有听到 他一次听到音乐 他就进去了 有 他好厉害真的 是是是 你完全是吓到 对不对 对呀 对对对 听到音乐 如果是舞蹈家 就偏偏起舞 就跳起来了 对对对对 他是歌手 他就听到音乐 就唱起来了 对对对 不管什么环境底下 对对对 不管身边是什么人 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不管 他也不管 左边是启圣 右边是伟强 后面是梁伯军先生 前面是曾生莲 完全 对不起 他说是他搞笑人物 他真的 真的是一个搞笑人物 对 所以有时候我跟伟强 就会吸一口气 我们先走掉 现在我们再回来 对对 来来深呼吸一下 冷静 冷静 因为你要唱得好 梁伯军先生 编曲的 你一定要唱好 对不可以 不可以 对对对 是是是 平复了吗 心情平复了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来 我们再来 小心我的麦克风 他把整个麦克风拿起来 他把麦克风吃掉 不会啊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一朵风雨 总乱忌寂寂寞不去 爱与恨都还在心底 真的要断了过去 让明天好好继续 你就不要再继续 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 爱情它是个难题 让人暮眩深迷 忘了痛或许可以 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你不曾经 你不曾真的离去 你失踪在我心里 我对你仍有爱意 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因为我仍有梦 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 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 总是为了你心痛 别流连了岁月中 我无意的柔情万种 不要问我是否在相逢 不要问我是否言不由衷 为何你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人生已经太匆匆 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 忘了我就没有痛 将往事留在风中 首先当然要问的是 梁伯军先生 可以吗 对我在他面前 他那个感情 我觉得是半门弄斧 所以我们就可以邀请一下 梁伯军老师 就是跟大家分享 他的这个当年 这么多年以前 他就是编这首歌曲的时候 他的一些经过吧 我就觉得可以 从那个大师的口中 就听听一下 他有什么东西好分享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 欣赏这个歌曲 对 其实当时我在台湾滚石上班 那刚刚好就 媒体就发了这个消息说 滚石签了张国荣 那个时候其实张国荣 已经退休了嘛 之前他已经做过一个退休演唱会 然后跟大家道别了 然后可是突然间又听到这个消息 说公司签了张国荣 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然后都很很很excited 就觉得 其实因为我们都是 80年代长大 然后都是听香港的音乐 像张国荣啊 陈百强啊 这些长大的 那就觉得 这个签张国荣 那我不晓得 不晓得有没有机会 跟他合作 那后来就听到消息说 哦 他们就是想要我编整张唱片 整张唱片就是差不多 我只编了八首好像 八首 十首那一半 编了八首 那这张专系的名字是什么 宠爱吗 宠爱张国荣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拥有 到滚石去算是新人吗 还是已经是大师级了 很有名气的 那个时候是95年 那我也进公司 差不多有四五年 四五年了 四年差不多 对 但是当时我才25岁 因为你看 他把张国荣交给你 那个时候我才25岁 哇 很年轻哦 那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哇 应该是 年轻人嘛 人家说出生之毒不怕虎 应该是不会害怕 感觉到应该是很荣幸 很高兴吧 年轻比较不会想这么多 对对 是 那就进入这个案子 然后我们就开会 就看看要做什么 什么样的方向 然后就 后来我发现 其实里面的歌呢 有一些 全部都是电影的歌 就是不管是 已经发过了 他就重唱了 就像 有些歌就是 已经唱过 在电影用过了 然后 他又再唱过 像追 追原本 不是他唱的 在金字音乐 但是他后来又 重唱过 翻唱过 做他自己的版本 当然 爱诚往事也是 电影的版本 是林依莲跟李宗胜大哥 唱的 可是他后来又 做一个自己的版本 因为这两部电影 他自己都 他都有在演 然后他收集这些 这两首歌 在他专辑 后来其他的歌 像那个 《白髮魔女》的歌 那个是新的 然后刚好就是 配合那部电影的 《红梅百言》 还有 《夜半歌声》也是 《夜半歌声》的故事 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 就是 我跟他密切的 那首歌是他自己 哥哥自己写的 然后我就跟他有沟通 然后 看看他的方向 要怎么编 然后就跟他一起 去把这个歌编好 这样子 所以 整个过程之内 其实很快 因为 我大概就是在 一个多星期 到两个星期 把全部的歌编好 好厉害哦 对 很生素 就是大概两天 一首歌 还是一天一首歌 为什么这样快 你是看着张国荣 写编吗 不是 那个时候 我在编的时候 他在香港 所以我们只有 在电话联系 哦 是 那 大部分 其实那个年代 我在滚石的时候 因为 那个量很多 我们就像一个 一个工厂这样子 哇 然后每天就是这样 一首歌进来 哇 一首歌就进来 哇 就是一天一首 这样子 哇 我们是Factory 要很有料 对吗 对对对 要很有料 是 要过厉 要过厉害 对对对 就是不用睡觉 我觉得 睡眠就大概两三个小时 然后你有灌咖啡吗 还是茶 就是这样灌 然后又是别人灌一遍吗 你有吗 还是 有 但是我不怎么爱喝咖啡 所以 太好 喝茶啦 年轻咖啡做什么都有 开水也有 一般你的灵感怎么来 其实 编曲来说 不需要这么多灵感 对我来说 因为我的灵感是 由那个主旋律 把它从那边吸收的 从主旋律 从那个歌曲的方向 从艺人的那个 那个 他本身的一些歌唱特质 是吗 他的声音 对 从这些融述 就可以吸收有一些灵感 然后有一些想法 是 对 是在夜半的时候 也不是 也不是夜半 我觉得就是你的音乐 造诣太高了 对对 任何时刻 什么时候还可以 因为我觉得 他编的有一首歌 就是林一连的一首歌 我觉得超超好听 就有点妩媚 然后很 有点 有点野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玫瑰香 有点调性的 我觉得他和弦 就是整个编曲 很好听 还有他的那些 他的和音 那些我觉得他编曲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 就是Joshen 我其中一个 我很喜欢 很喜欢的一个 很有特色的一首编曲 是 那我们听众问 Can someone help I want to attend talk 应该就是 你们明天 早上是明天 在家说一次 几点 地点 满足 满了 天哪 因为这个东西 真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梁伯君 大师其实要 要来 开奖 所以大家 那票就大概三天就 三天三天就大概卖完了 小型的 因为我们再试试看嘛 那个主办单位 他们就说 我们做一个一百 一百位的 就试试看一下 那个反应怎么样 怎么知道 就是这一百 一百个位置 就大概三天就卖完了 所以就蛮够 我就看 或许可以跟主办单位 就分享 就是说 觉得 这样子的东西 或许以后还可以再主办 然后再请一下 那个 杨甘波君 是 去跟大家 反正要编的曲很多嘛 很多 大概有一千五百首 哇 可以继续再办 好 那时候再告诉 听众朋友啦 这次不要失望哦 好的 待会九点钟新闻过后 我们再回来 联心咖啡座 曾生莲主持 常来坐坐 今天联心咖啡座 Into Music 大阵仗 连编曲人都请过来了 鼎鼎大名的梁伯军 为很多这些国际巨星编曲的 包括了张国荣 还有美艳芳 美艳芳 还有我的偶像 林毅莲 林毅莲 还有吗 还有 以前我们早期的时候 听的时候 都度的尾都说 啊 是你编的 好厉害哦 是是是 那现在你们要 又是唱伴手是吗 为什么 为什么梁伯军编曲的 你们都唱伴手啊 因为我们明天会唱整首嘛 所以 如果那些 支持我们的那些听众们 就说 哎呀 明天买票了 反正你的票都卖完了 你怕什么 而且我们958的听众朋友 你看要去都没有票 所以我觉得应该唱整首 整首啊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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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 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说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 可以吗 伟强 我们就来整首啊 可以啊 是是是 而且你才可以听到整个 哇 梁伯军先生 他的编曲 那个 什么 转调 换调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 嗯 为什么啊 这首key 啊 这首歌其实中间就是 这首key 哈哈哈哈 我被夏宇感染到了 拉拉拉拉 对对对 就是这首歌中间 他的那个主歌 那个副歌 它其实有转调的 一个modulation 也是 是 嘖 咦 明天你就是这样啊 keyboard啊 对 但是明天keyboard是大的 所以我可以好好的 就是好好的弹 因为这个是很像一半嘛 我的功夫只能秀一半而已 所以明天是可以坐下来 好好的弹 我可以秀我的功夫的 是是是 因为在梁博君那个老师面前 我不能太差 对 但是他被他骂 很多人在瞄你的keyboard 因为起胜就把他这个keyboard 放在我958 只有在夜深 我和你才能 敞开灵魂 去释放天真 把温柔对温 在夜半时分 化成歌声 以为你心闻 我祈求星辰 月儿来作证 用尽一声 也愿意去等 总会有一天 把心愿完成 带着你飞奔 永恒 永恒 只有在夜深 我和你才能 敞开灵魂 去释放天真 去释放天真 把温柔的温 在夜半时分 在夜半时分 化成歌声 以为你心门 在夜半时分 我祈求星辰 我祈求星辰 月儿来作证 用尽一声 也愿意去等 总会有一天 把心愿完成 带着你飞奔 永恒 永恒 总会有一天 把心愿完成 带着你飞奔 永恒 永恒 全部都在陶醉 是吗 是 这是夜半歌声 好 你们再商量 下来唱什么歌啊 不是 那我们现在就要请 Josh 就是梁博君老师 跟大家分享 他怎么样 在什么状况下 就编了这一首歌曲 因为他的主歌跟副歌 那里那个转key的 那个地方 转调的地方 他是 为什么会这样编呢 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听众 还有些音乐人 他们就想知道一下 就是从那个大师的口中 知道一些 背后的一些故事 好的 其实这首歌呢 的状况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当时其他的歌 其实都是别人写的 已经demo都已经有了 所以就很清楚的 就可以把歌编好 那编到这首歌 那他们就说 哦 没有demo 然后说没有demo 那怎么办 那结果他们说 这首歌是 哥哥自己写的 那他自己写的 但是他自己没有做demo 那他只好就是 亲自唱给我听 对 这样子 但是他人在香港 那我人在台北 那他就拨了电话 过来台北 我们刚好就在公司 然后就 他就拨给我 然后就唱给我听 通过电话 对 通过电话 那我同时也用了 那个micro cassette 那个迷你卡带 也录下来 一起这样子 然后他就清唱 然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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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整首歌这样唱给我听 然后我后来就去 把整首歌这样 把它解开 然后看看是 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 因为当你唱歌 然后没有节奏的话 其实没有伴奏的话 其实会有时候会 从一开始是唱这个key 然后唱完 就是唱另外一个key 所以有可能 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就需要 把整首歌这样 把它解开 然后分析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段落 然后解开了之后 然后就做一个demo 送给他听 然后哥哥就说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OK 那我应该是猜对了 那些音 然后就继续编 所以这个歌 其实很特别 因为其实 可能他唱的时候 他的那个想法 是大概一个feeling 一个感觉 还没有把那个歌定下来 因为完全没有录过的 连demo都没有做过 然后唱给我听了之后 就把整个歌 再重新再处理过 然后做成一个 比较完整的demo 再寄回去给他听 看看他同不同意 是 我觉得 对 就是抓到了 他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那个转key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 这样起身 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从那边 这样转这种key 好像硬硬转 不奇怪啊 我不觉得是硬硬 我觉得做得很好听 很好听啊 夜半歌声嘛 我觉得很好听 夜半歌声 有什么奇怪的 没有 我就觉得 其实他转得很美 我就问一下他 为什么他是特别转的 还是什么 在什么状况之下转的 我觉得 其实蛮好听的 我觉得很好听耶 所以就是我觉得 就是两位 一个是有哥哥嘛 张哥哥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大师 他们的音乐 的敏感度 所以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诞生了这一首 我觉得 很动听 然后很有感染力的 一首歌曲 对 其实因为这首歌 也是戏剧用的 那部电影 夜半歌声就是 不戏剧嘛 对对 那我们就在想 把那个音乐 做成比较像 戏剧的那种 感觉这样子 是 会有那种味道 对 因为它是那个歌舞剧吧 夜半歌声 是那个歌舞剧 所以他们很多 跟那个 那位女生 就是很漂亮的 瘦瘦的 哦 眼眯眯的 眼眯眯的 也是一个莲子 是不是 我都忘了 她那个 五千莲 五千莲 对 五千莲 哇 那时候 我觉得很迷 天哪 有这样子的一部 一个 很像歌舞剧 这样 我就去电影院 就去看了这部戏 我就觉得 哇 我好喜欢 因为它有很多 那个穿帘布啊 然后有的灯啊 蜡烛这些 我觉得就很像 Fandom of the Opera 这样子 包吻版的 我觉得 然后张光荣就演到 还有那个五千莲 他们就 我觉得他们演戏 就很棒 我觉得张光荣 真的很会演 太会演戏了 为什么也会 不有 这个歌唱的 那种功力 我觉得 真的是上天不公平的 什么上天不公平 上天对他 也不是很公平啊 也对啦 就是比较早 早离开 不然他可以 给我们带来更多 更多 更多的一些 好的歌 好的电影 是 是 好 我们待会儿 再继续请 Intium 给我们表演 联心咖啡座 曾生莲主持 常来做做 当我在报告 这个路况的时候 我眼睛是瞪着 这个荧光幕 但是我眼角 我一看到夏韵 飘过来的时候 我的心就会跳 因为我们怕他 又唱起歌来 不会 夜半歌声 还好 是 我们七七八八说 哇 好听啊 享受美歌 那加发说 听出耳油啦 9667说 夜半歌声 好好听哦 是 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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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值得欣赏 你看夏韵的脸 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弹干清的 所以夏韵就不会唱 不会唱 对对对 你千万 你千万 对对对 我们不要起音乐 是 不要起音乐 因为我看到他脸突然间 哇 很严肃 很紧张的样子 准备就是要 一听到音乐 要打仗 要打仗 对对对 对对 不是打仗啦 还好 所以我的 左眼要看起胜 右眼要看夏韵 如果左眼一看到起胜 我的心就跳了 好 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 还没有 可以来 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 什么休息一下 到你们了 到我们了 对对对 我们就带来 我们就带来 其实上个星期 就是上一次 点歌是吗 上一次有点的 对 我们真的 真的有做功课的 所以我们带来了一首 大家有点的 就是 当你 你老了 哦 是 当你老了 有那个莫文卫版本 有那个原唱者 叫什么 赵赵啊 赵赵 他的名字 不难记啊 赵赵 OK 是莫文卫版本 因为我看夏韵在准备嘛 那个韦强 哦 你才是很忙 对 Facebook来 很忙很忙 大家都很忙 好 那我们一起听 很低啊 很低啊 不不低不低 那些 头发白了 睡 昏沉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路火旁打顿 回忆青春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 寒暂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嫁衣或珍惜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当我老了 灯火昏黄不低 灯火昏黄不低 当我老了 我真希望 这首歌是 唱给你的 这么短啊 又是伴手啊 伴手 为什么 为什么 那我们 这也是梁伯君 做编曲的吗 因为他的歌 你们就唱半首 没关系 好 我们听众朋友讲 今晚的音乐节目 太好了 准备下一首 好 新鸳鸳鸯蝴蝶梦 黄安的歌曲 是的 是 有伟强演唱 是的 我们就带来整首歌曲 整首 不是半首 虽然不是半首 对 好 可以哦 我们就带来整首歌 伟强 好 OK啊 OK 来我们准备啊 昨日像那洞流水 离我远去不可留 今日乱我心多烦忧 愁到断水水更流 举杯笑愁愁更愁 明朝清风四飘 有来自有心人笑 有谁听到就忍苦 爱情两个字 好辛苦 是要问一个明白 还是要装作糊涂 知多知少难知足 看似个鸳鸯蝴蝶 不应该的年代 可是谁又能摆脱 人世间的悲哀 画画世界 鸳鸯蝴蝶 在人间一时点 何苦要上晴天 不如温柔 不如温柔同眠 昨日像那洞流水 离我远去不可留 今日乱我心多烦忧 愁到断水水更流 举杯笑愁愁更愁 明朝清风四飘流 又来自有心人笑 有谁听到就忍苦 爱情两个字 好辛苦 是要问一个明白 还是要装作糊涂 知多知少难知足 看似个鸳鸯蝴蝶 不应该的年代 可是谁又能摆脱 人世间的悲哀 画画世界 鸳鸯蝴蝶 在人间一时点 何苦要上晴天 不如温柔同眠 看似个鸳鸯蝴蝶 不应该的年代 可是谁又能摆脱 人世间的悲哀 画画世界 鸳鸯蝴蝶 在人间一时点 何苦要上晴天 不如温柔同眠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以强力演唱 还有起盛的伴奏 我们有听朋友说 Enjoy this program 谢谢 谢谢 我其实笑得非常开心 因为弹完了歌曲 这首Key有点难弹 所以弹完了就 松了一口气 对对对 要找一个比较容易弹的歌曲 然后他们比较难唱的歌曲 我就觉得 我就比较开心一点 对对对 那下来哪一首比较容易的 我们看看有什么 哎呀 其实我们想带来一些 就是张国荣 就是杰森老师 就是梁博君老师的 最红的那两首歌曲 但是是因为广东歌吧 所以我们就不能在 不能现场唱 韦强可以把它翻译成华语来唱啊 对不对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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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或许 看一下有那个法律版的 做着一个作词人 对 咱们的作词人 你去把它翻译 对对对 然后 我是觉得 我们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呢 就是 大概还有 十分钟 十分钟啊 然后或许 我们可以问一下 就是梁博君老师 就是在95年 那个Sandy Sandy的那个 因为我很喜欢那首歌叫 叫什么 听说爱情回来过 那首歌真的真的真的 听说爱情回来过 对 其实梁博君现在编曲的 对 所以我觉得那首是一首 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或许可以跟他所有的 林一连的 林一连的那个版本 是讲李宗盛吗 李宗盛 李宗盛也有版本对不对 不是 他是讲李宗盛 听说爱情回来过吗 不是啊 这个八卦我不懂 他对你讲这个八卦太久以前了 我才忘记 应该不会 应该不是 梁老师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他们刚刚在一起 热恋啊 刚好在热恋啊 那是谁的 听说爱情回来过 我都忘记了 他们两个以前又是在一起的 你不知道啊 我忘了 你忘了 所以人是善忘的 对不对 所以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太在意 对吗 对对对 很像有记得又很像忘记 好像曾经有 他们还有个女儿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爆料爆料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啊 所以女儿应该也蛮大了 差不多 有唱歌吗 我不知道 他没有找你编曲啊 哦 是 哇 两位歌手的这个歌唱细胞 应该会遗传给女儿嘛 对不对 应该 我觉得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 是 那我们就要看看 有哪一个歌手的孩子 像他们两个 对 是吗 应该吧 因为连真的是早期 她也是很会唱的一个女歌手 很会唱 是啊 超厉害 对 不费力 不费力就是可以达到 她就可以唱到很高的那个音符了 我觉得很会唱啊 因为以前的那些 那些歌手应该没有什么 老师有没有那种autotune的 以前就比较少 以前没有 所以他们就叫真材实料 对不对 autotune只有1997年才开始发明的 那那是什么 autotune就是 像有些人他们唱歌 就有时会扮走音 还是走音走音这样 走音 可以调音 我们可以调音的 我们现在电脑可以调音的 我们叫autotune 就是我们在 他是专门走音啊 没有没有 不是 我不是说肯定不是零一连 我是说有些歌手 我们会 或许那个唱歌没有这么好的 还是他们听歌 那个没有这么刺激 听力没有这样好 没有这么好的 我们会在那个录音室里面 就会调他的那些音符 对 就因为他们有点跑音 跑音 所以我们会整理到 他那个歌手会比较 比较on key 对 所以就是要去看这个演唱会 看听现场的 才是真材实料实力 对对对对 所以就很像郎博娟老师 他就说 其实97年我们才有那个autotune 所以之前的那些唱片就是 都是没有简洁的 都是很厉害的 对很会唱的 所以那些歌手都是真正厉害的 97年以前的 对 录的 所以97年之前 以前都是花很多时间 很多功夫 在录音室一直录 一直录 录到整首歌 就是不错 是 可以 所以一唱 一个小节不好 又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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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很多时间 现在就可以接接接 接接上去 接接接 然后可能唱几遍 然后就剪接一下就好了 就跟 用做Photoshop 或者跟 怎么剪接 都是一样的 是是 用Vocal可以剪接 哦 哇 所以朋友们 97年的那些歌手 都是很厉害的哦 好 那要跟我们谈 就是当爱情回来过 对对对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编这首歌曲的 那个 背景故事吧 这首歌其实的故事就是 其实这首歌是 李思松 作曲的 本地的 对 我们的李思松 那李思松 其实已经在 自己的唱片 那个时候 他在 他签给瑞华 然后已经 发过了这首歌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版本 也是我编的 然后后来就是 李中生就听到 这一张唱片 然后就觉得 这首歌 他要收集在 在林一连的 这张专辑 然后也刚好 就请到我 重编 然后 这个 这个专辑 就是那个 上横这张专辑 The Production 其实 我们是在 温哥华的 一个冬天 在那边 闭关 露出来的 哇 过冬哦 冬眠 但是不是冬眠 是积极努力 在工作 对 闭关 在文华 那个时候好冷 都在零下 不能几度 然后就 我们也不能去哪里 就被关在 大哥李中生的 房子里面 然后里面有录音室 很大的房子 然后就 关在录音室 就是一直录 一直录到 他满意为止了 哇 是 不容易 会不会很辛苦啊 就是做 对 做音乐 其实蛮累的 是 就是你就腻在 那个房间里面 就 他就一直在 搅在那一首歌 所以其实会蛮累的 是 不发疯就很好了 因为你说 关在那个房子里面嘛 对吧 就那个录音棚里面 就 那些屋子里面 大家就在 就是 但是这些专辑 都是 很较好的一些专辑 就是这个 就是 而是 然后他就流传了 很多年 然后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还是很喜欢的 一些歌曲 就是 他们这些 经典的作品吧 对 对 是 所以我们今天尾强 我们可以带来这一首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练 这一首 尾强唱啊 就是 他是林一连啊 他 林老连啊 林刘连 林刘连 林一连的弟弟 林尾强 对 我们就带来 对 我们试试看 因为我们真的 从来 我们两个搭档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带来这首歌 所以我们 我们试试一下 试试 我们就试试 试一下 用男生来唱 Key也是很高啊 在朋友那儿听说 痴心的你曾回来过 在朋友那儿听说 痴心的你曾找过 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 只是怕 我对遗忘的感触 爱那么多 爱那么多 曾经给我幸福的你 我依然深深爱着 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 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 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 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 我却只能把你 把你放在我心中 对你的声音 你的音 你的笑 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 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他 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 我也真心真意的灯光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 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 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这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 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 我却只能把你 把你放在我心中 我却只能把你 把你放在我心中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北美的听众都在听 他说这春光明媚的早晨 现在美国是早晨时差 春光明媚的早晨 正聆听着悦尔的各位音乐人的歌声 竖起大拇指 还有5293说非常棒 耳油满地啊 谢谢 耳油满地这个画面是好的还是有点恐怖的呢 耳油满地 耳油满地啊 他说谢谢958 我们也要谢谢 Into Music的音乐人 还有今天带来了 鼎鼎大名的编曲人梁伯军先生 明天你们要为好多人表演了 表演对对对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去听梁伯军先生 告诉我们那些歌曲后面的故事 可惜已经满足 下一次再主办 一定要早早告诉我们958的朋友 好 会的 一定会的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盛连姐